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 因为这是有关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段落 所以我就把它在这个段落里面 把它告一个段落这本书的介绍 这本书介绍在这里 因为这本书到这个段落 是有关台湾的部分 很重要的一个段落 也许这几天联系这样看下来 听下来你会觉得说 好像发哥讲的东西以前都蛮有趣的 最近讲的东西好像比较枯燥 不是比较枯燥 因为这些东西是关系到一些经济的部分 和政治的互动的关系 这些东西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你我不能够老是讲一些泛泛之论 空泛的东西 讲一些意气用事的东西 讲一些情绪性的东西 或者是用狗的 有一些电视节目用狗的 骂骂的让你很爽 我也可以找一些中心 骂的让你很爽 但是无济于事 让你对台湾整个局势的理解 无济于事 还是要让你去理解整个背后的真相 台湾和中国如果会打仗 竞技还是很重要 你没有竞技的力量 你能够撑多久 你能够打多久 你如果不了解整个竞技的状态 中国以为你中国就一定赢吗 你中国能够撑多久 你中国后面的经济力量是什么 打仗普通来讲 都是最后的一个手段 打仗一旦是发生了 也不是说你打仗 你的武器多好 你就会赢 你能够打多久 我们来回想一下 看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开始打仗的时候 日本不是决决胜利 日本的军队不是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到后来 都是被打得满头 美国包呢 很简单 日本的经济力量 当时的经济力量 和美国的经济力量 是要怎么比的啊 日本还没有打仗以前 三本五十六 日本三本五十六就知道 日本没有办法和美国打仗嘛 日本应该要避免和美国开战嘛 为什么三本五十六会知道 三本五十六是留学英国的啊 然后他到美国去当驻美的五官啊 他在驻美五官的时候 他就已经观察到美国的社会 美国的工厂 美国的国家的国力有多雄厚啊 日本和美国如果要一旦万一 逼得没办法要打仗的话 三本五十六讲 你只能和美国打三个月而已啊 如果日本和美国在三个月战争里面 没办法取得优势的话 日本必败无疑啊 美国是一个当时的工业巨人啊 日本怎么和他打啊 所以美国的生产力是到什么程度 他很清楚嘛 这个三本五十六知道嘛 所以一样的一个问题啊 你如果不懂得一个经济的实力 你怎么样去发动一场战争呢 你说好 中国有很大的一个经济力 但是中国的经济力很脆弱啊 他除了基本的加工这个能力以外 他能够撑多久呢 他有十四亿人口啊 十四亿人口嘴巴一张开要吃饭啊 那你看中国你说他有很多船 啊战舰啊什么空军 你要知道这些船是要有官兵啊 你像下饺子一样下那个军舰 你的军队不必训练吗 你的军队有实战经验吗 中国军队是哪一些军队训练 中国的海军什么时候打过战啊 我问你啊 你有听过中国的海军和人家作战过吗 你这些海军训练过吗 美国的海军打战打了一两百年 从来没有打过败战你知道吗 一个从来没有打过败战的海军 而且是这么雄壮的海军 美国最强的是海军啊 中国是从来没有打过战的海军的 从来没有打过胜战的海军的 也没有打过的 那你想想看这个两个军打起来 你是算军舰数目吗 甲午战争北洋军舰是当时全世界总顿数第八呢 日本呢日本都干嘛排不上啊 日本军舰的总顿数就剩下十几艘小船啊 结果把北洋舰队整个消灭了 打都没有半天的时间就把它整个集成在黄海了 还有你没有去想呢 中国现在是去当兵的很多都是独生子 就一个家庭就一个儿子啊 打死了这个儿子整个家庭就完了 所以这些兵真的能打仗吗 是在算那个人口数的吗 仗一打起来 你看整个国家 中国整个国家 他发在维持人民的安定的钱 比发在整个国家建军的钱还多 那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是多么脆弱的一个社会啊 尤其这次这次是为了防疫啊 封城到解封的过程 已经激起多少民怨在里面了 一旦打起来这些这种人民会团结的人民吗 他要怎么维持他的安定稳固啊 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 才知道这个军队是能不能打战的军队了 这些都是我们整体要去考量的部分啊 那我们也要去衡量 那自己也是一样 台湾这边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些都是要仔细去分析 我们才能够理解 这就是发哥要讲的东西 那解释这些东西 经济力 整个总体 国体战略的东西 这些东西听起来都不会那么好听啊 尤其很专家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听啊 但是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的 才不会被人家的遥远去迷惑 台湾人竟然会相信说 怎么美国有一个毁灭台湾的计划 你这 这种东西你也会听得下去 这种疯子才会相信的事情 你也会去传播这种遥远 你到底晓不晓得旧金山合约里面台湾到底是属于谁的 台湾人民还没有投票自决以前 旧金山合约 依据旧金山合约的精神 台湾是美国的 你知道不知道啦 台湾是二四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从日本手中拿回来的岛屿 台湾基本上就像曹新成所讲的 曹新成讲的没有错 台湾是美国的 他只是美国还没有交给你台湾人民去投票自决而已 美国是战胜国还没有解决的土地的问题 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是没有解决的吗 还是故意放在那里没有解决的 我告诉你 是美国故意放在那里没有解决的 你去看看那个旧金山合约里面 杜勒斯去主持那场会议 他在交涉的过程 他是叫中国共产党不要参加 中国国民党也不要来参加这场合约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 说台湾应该属于他的 中国国民党说台湾属于他的 两个再吵得不可开交 苏联还突然来突袭提案说 台湾应该归属于日本放弃 应该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果杜勒斯呢 叫当时出席的40多个国家表决 表决苏联是输得一塌糊涂啊 一面倒的否定苏联的提案啊 也这表决说 也就是说在国际法上是经过表决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啊 在联合国里面已经表决过了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但是到底属于谁的 没有说啊只是否决了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案啊 也就是说联合国的就经上合约里面有有一个表决案 就是苏联提案了要把台湾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那是根据宪法写的啊 台湾属于哪一个地方那是根据国际法啊 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什么土地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啊 国际有没有承认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曾经来过台湾一天啊 你的政府什么时候来过台湾一天啊 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什么时候来到台湾一天啊 那你根据台湾的这个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 他也带来一部宪法 新疆西藏林北京都是他们中华民国的了 国民党的了 那我们到这国际场合开个记者会说 你北京是属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一部分 我们念一念你就是你们就是我们的开玩笑嘛 你看到一个接上一个女孩子很漂亮 你说依据我家这个宪法 那个美女我看上的美女就是我的太太啊 就是我预定的太太啊 你谁都不可以动她的念头啊 国际笑话嘛 你都根据国际的法规国际的游戏规则 台湾从来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 而且在旧金山合约是经过表决的 当时国际四十几个国家表决过的 所以呢 台湾自己要了解自己的历史的 好关于这个呢 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了 那么进入这个今天的主题以前呢 瓜哥还是要拜托大家了 为了生活的问题还是要稍微提一下 我建议大家一分钟 瓜哥在一直在积极推动的北大午山的咖啡 还有民权农场的凤梨干啊 这个有机凤梨呢 民权农场的有机凤梨 他们是两代父子两代已经经营了半个世纪了 有机凤梨它是有认证的呢 不是他自己说有机就有机呢 它是有认证过的 有标章有号码的 有机凤梨干向大家推荐了 那有机凤梨干 像现在有机这个凤梨已经出来了 还要吃凤梨干吗 有机凤梨干有个好处在哪里呢 细带方便呢 你总不能要上办公室 你要带一个新鲜凤梨 抱着凤梨到办公室来切吧 你带着有机凤梨干就可以了啊 还有有机凤梨干有个好处在哪里 你到办公室你拿一杯温开水 然后放几个有机凤梨干 把盖子盖起来 待会你喝的是凤梨汁啊 那比那个7-11的那个健康多了 它是有机凤梨啊 你放几个凤梨干下去 开始一冲泡盖起来 待会你喝的就是凤梨汁啊 你冲泡好了以后 你要放在冰箱里面 待会拿出来喝的就是冰的凤梨汁啊 是有机的凤梨汁啊 你如果是在外面买的罐头的凤梨汁 里面放了什么你怎么知道 所以呢 你叫算是不泡成凤梨汁 你放在嘴巴里面 经过口水它就会软化啊 那你知道它有多美味啊 发哥做过不速吃的那种情况啊 我们现在净钻凤梨 你买下来 你先吃了这个净钻凤梨 甜度太高嘛 吃了因为你凉血糖 马上就飙升了 但是发哥吃那个有机凤梨干 民权农场的有机凤梨 吃完了有凉血糖 一点都没有增加啊 那表示什么 发哥不好方便表示什么啦 有机凤梨就是它没有 适用任何的添加剂嘛 它在肥料里面它没有用肥料啊 它有机凤梨的栽种 没有用那个发血肥料啊 没有用任何的添加剂的肥料啊 所以呢 这个差别就很多啊 那不是有机凤梨 它肥料里面就添加了很多 奇怪的东西 所以你吃了觉得哦很甜 但是你一凉那个血糖 马上就飙升上来了 好 如果你要这个北大武山的咖啡 哦这个台湾也是进入世界上 有盘名的这个咖啡啊 你说台湾咖啡 你说的巴拿马的一季咖啡 那个是全世界最好的 对啊 但是台湾咖啡不是说比你香 或怎么样 台湾咖啡有个最大特点在哪里 它新鲜啊 世界上你进口的咖啡 你在运送的过程里面 运送像肯雅的咖啡 你运到台湾来 在船上在各方面 你很容易这个长时间的 这个有污染的现象啊 台湾咖啡新鲜啊 你从哪里进口咖啡 台湾咖啡从哪里比出胜负 你知道吗 你这样85度C抛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啊 你喝到60度的时候 你等到它降到50度的时候 胜负就出来了 台湾咖啡 它温度越降到 越低 30度40度的时候 它甘醇可可了 但是别的咖啡 进口咖啡 你让它放到30度40度 你喝看看 它味道变了啦 苦涩有的时候 难以下咽 台湾咖啡有个好处 它越冷的时候 越好喝 这个就是新鲜咖啡 和不是新鲜咖啡的差别了 要不然你试看看 发哥没有给你开玩笑了 也不会给你 故意去讲这些事情 好吧 你如果要听咖啡 发哥 早一天真正给你讲咖啡学 今天 我们就来讲 百年难遇的严峻考验 这个章节 22章节 变调的中国梦 第22章 百年难遇的严峻的考验 台湾章 来试试 慢点 焦安及时报 用播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 焦安及时报 我是杨杰 今天我们单元当中 很高兴邀请到 高雄市警局 林雅奔局 交通组 我们的组长 徐志宏组长 组长好 组志宏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是针对于我们的高龄者 在使用这电动轮椅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 跟大家来做一下呼吁 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因应目前 高龄者的心走不变 那只你为了便利老人活动 就会买电动轮椅 作为老人的代步工具 但是常常会不熟悉 使用的方式 跟规定会造成老人 另类型的危机 有几点提供大家枪考 那第一点的话 是使用电动轮椅上路前 要熟悉操作方式 因为电动轮椅在转弯的时候 跟汽车一样 会有内轮差 所以在电动轮椅的事故中 90%是因为轮椅翻路过坠落 水过走导致 所以学习电动轮椅 正确的相关使用知识 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点是电动轮椅的使用 还是要依照行人的交通规范 因为在电动轮椅的事故中 有59.2% 是坐轮椅穿列马路的时候 所以要提醒大家 电动轮椅在交通管理上 是适同行人 所以在道路使用的时候 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 例如要预计 行驶在人行道上 没有人行道的道路 就要靠右边行驶 第三个是电动轮椅 要特别注意大行车 因为电动轮椅是一个 既动力的代步工具 它提供身心障碍者跟老人使用 虽然它速度比较慢 那行驶道路也许会比较方便 但是因为它体积比较小 又比较低 很容易被驾驶人所忽略 尤其在大行车来讲 它的视野视角比较大 然后容易使得汽车驾驶人 不容易发生代步车来造势 那最后提醒大家 还是要遵守交通安全的规范 OK 跟投机电动轮椅的使用方式 才是安全之道 那针对我们的高龄者 在我们的驾照制度上面 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下呼吁呢 为了降低高龄的事故 高龄驾驶人的管理制度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增定了第52条 52-2条的规定 自民国106年7月要开始 新增或未遇75岁驾驶人 已经领有普通驾驶 执照有效期间到75岁为止 那其后每三年要换化一次 驾驶人应该在有效期间 届满前后一个月内 经64条规定体检合格 并检户通过第52条之一 锁定汽车驾驶人认识功能测验 或检户无患有中度 以上失之证证明文件 向公路监督机关 申请换化新照 或使驾驶执照 以加速方式延长有效期间 但是年末75岁的驾驶人 手指换照 得在有效期间 届满前一个月 是届满后三年内办理 未欢花新照 而受违规记点 或调扣加照 执行执问者 应该在公路监督机关 通知后三个月内办理换照 是 那106年7月1号 以前已经年末75岁的驾驶人 他已经领有驾驶执照 有效期间届满之后 还算是有效 但是得免理换化之 但是从106年7月1号 以后受违规记点 或调扣驾驶执照执问者 应该在公路监督机关 通知三个月内 依规定来办理换照 是 好 那请我们的高龄者长辈 特别注意到我们的驾照换照的时间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林雅分局交通组 徐志宏组长 谢谢组长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你我多礼让 行车有保障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及公路总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帆 今天讲 变调的中国梦 第22章 百年难遇到的严峻的考验 当然是说对台湾 是百年难遇到的严峻的考验 俄务开战的第三个月 拜登 拜登在2022年的5月19号 踏上了空军一号 进行了他第一次的亚洲之行 他的第一站竟然就是到韩国 和韩国新选出来的总统 尹锡悦见面 这个以前美国的总统到亚洲来 普通第一站都是先到日本 拜登总统的亚洲行 这是破例 第一站先到韩国 先到韩国 和韩国的总统尹锡悦见面 然后第一站是干什么 第一站就是安排去参观三星总公司 三星就是韩国的台积电 三星就是韩国最大的 金元亭制造公司 他去参观三星 在平折的金元体的总场 然后在一片金片上签名 拜登亲自在那边金元片上签名 发表演讲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这是美韩两个国家合作 打造这个世界上最先科技 那么这间工厂就是美韩合作的民政 这句话出来 这对台积电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拜登这次的亚洲出访了 事实上只拜访了两个国家 也就是只拜访了韩国 然后到日本 在日本拜访了岸田文雄 那么这拜访了岸田文雄 然后同时试选了澳洲的新选出来的总理 也同时试选了印度的他的总理 那么等于在试选网上开辟了这个四国会谈 美国国家的安全顾问苏利文强调 台湾不会被安排在首轮的名单里面 那么这句话事实上对台湾是某一种刺激性的提醒 那么从这次拜登的亚洲行 最起码我们看出了三个方向 一个新的方向呈现在印太地区 第一个拜登的这次亚洲行 等于默默的启动了印太的新印太经济的框架 已经启动了 第二个韩国已经重新加入了亲美的路线 已经抛弃了文在元当初亲中共的路线 中国的路线 第三完全加强了根的作战 根树根的根的作战 韩国的总统尹锡叶非常强力的表态 表态亲美 这个表态补足了美国在东北亚的联合政线 因为以前在东北亚 美国只有一个最坚定的盟友就是日本 那么现在南韩的尹锡叶也已经加入了 使得东北亚唯一的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盟友 南韩现在非常确定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来看 蔡英文在执政的时候 台湾的国民所得GDP 人均所得 还落后韩国六千美元 蔡英文在第一年执政的时候 还落后韩国的人均所得GDP 还落后他六千美元 到了2021年的时候 蔡英文领导的台湾的GDP的平均所得 已经把韩国追平了 已经追上去了 那么昨天发哥讲了 韩国在这个前天公布的数字 就2023年的现在三月 台湾已经超越韩国了 平均所得 国民平均所得已经超越韩国了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蔡英文上任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台积电还在落后三星 如今台积电已经遥遥领先三星 而且台积电已经变成全球 前十名的市值公司 就是说一个公司里面 市面上的价值 台积电已经大到全球全十名 在整个地缘政治里面 半逃体已经具有一个关键的地位 这是大家已经公认的事实 现在中国和美国所进行的 所谓的贸易战 事实上是以科技战为核心地带 拜登再去访问三星 象征了什么含义呢 也就是美国的企图非常清楚 也就是把世界上 在科技战晶圆体的双雄 亚洲南韩的三星 和台湾的台积电 两个在全世界晶圆体里面的双雄 在亚洲的部分 这两个双雄 紧紧地掌握在美国的手中 把这两个掌握在手中 才能够和中国 做一个实质的对抗 现在所进行的 其实不只是晶圆体的战争而已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战争 贸易战争 其实非常的深入 非常深入的战争 曾经有一个著名叫做鲁不逊的一个专家 在中国的微信的网里面 写了一个专论 提醒中国说 美国现在和中国所展开的战争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场战争 它是一场总和了非常复杂的内涵的 一个叫做根的战争 树根的根的战争 它提醒中国你要注意看 在俄乌战争里面 美国在乌克兰的后面 表现出来的力量 大到什么程度 它说甲骨文这个组织 OLEKO 它只用了三个小时 就整个屏蔽了俄罗斯 所有的用户 甲骨文这个力量 用三个小时 就把俄罗斯所有的用户 把它屏蔽住 这个甲骨文拥有全球最大的资料库 它占整个俄罗斯半壁江山 第二个 Sweet是个金融上的整个组织 俄国对乌克兰发动侵略的时候 美国和他的盟国 把苏联踢出Sweet这个金融组织 完全切断了俄国对外的贸易 把俄国对外贸易的根整个剔除掉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Sweet 马斯克启动了新链 乌克兰马上就透过新链的卫星 把军事连结起来 把它本来战争开始的时候 俄国切断了乌克兰的所有的网络 但是乌克兰从Spect 马斯克的新链组织 马上就恢复了俄国把乌克兰所切断的所有网络 通通织结起来这三件事情啊中国一定要看清楚 现代的战争根本就是一个跟的战争啊 如果没有在跟的部分啊拥有实力啊 这个战争是根本没办法打的 而在这个部分啊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了 这根本不是我们在表面上电视里面所看到的 你拥有多少战舰 你拥有多少飞弹 你拥有多少什么极印术飞弹 那个都是表象啊 在这方面啊 所谓的跟的战争 跟啊包括八个部分 哪八个部分呢 在这个八个项目上面啊 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和美国打仗啊 发哥再给你讲一下 在这个跟的战争里面 这个八个项目方面 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和美国打仗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电视里面啊 我们的一些政治评论员啊 这个政治评论家 根本就提到连这个知识都没有啊 那更不要说台湾的民众啊 每天在算飞弹 每天在算飞机啊 那根本是笑话啦 他这里面有提到这个问题啦 如果没有高原 从物货战争你就看出来了 如果没有高端的晶片啊 没有高端的晶片 和上面的连结的网路的 新链的这些 这些资讯的 完整的资讯 高端的晶片和通特的这个网路呢 战车啦 飞机啦 飞弹等于是一堆废铁 废物啦 玩具啦 你知道吗 没有多发达的飞弹啦 没有多进步的战车啦 如果没有这些晶片 没有这些网路的 精密的网路的连结 这些都是汇铁啦 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啦 所以你听这些电视里面讲 现在中共又发明了什么飞机啊 现在中共又发明了什么 多厉害的 多厉害的武器啦 如果没有这些 根的系统的连结 根本就那些都是汇铁啦 现在战争已经到这样子 物货战争就看出来了 所以他说这个根的战争 有八种根的系统 这八种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叫做晶片制造 这晶片制造大家是最容易懂的 晶片制造是什么 晶片制造就是技术的根的对抗 晶片制造就是技术的根 第二个是什么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什么 操作系统就是现代科技的软体的基石 操作系统也就是现代科技的软体 软体 你没有这批软体 你根本有那些 有那些硬体晶片也没有用啦 你没有人会用这个操作系统 也没有用 第三个开源系统 也就是构建统一的技术的价值观 你这个听起来很抽象 但是你这个国家没有长远的培养 这种人才的价值观 你是没有力量的啦 第四个叫做文明之根啦 现代文明积累的百年的底润啦 这个东西更抽象 但是更重要啊 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在哪里 为什么共产党的国家里面 培养不出像样的艺术家 和像样的文学家 像样的哲学家 通通没有 为什么 全部都要向毛泽东宣誓 谁要向习近平宣誓 开玩笑这样和尚都要向共产党效忠 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文明的底润呢 那你这些科技 科技是文明在操纵这些科技呀 所以为什么 你看从旧苏联时代 在沙皇时代可以培养住像普希金 托尔时代这种大文学家 为什么共产党时代 苏联共产党时代 没有像样的文学家 只有一个巴斯托尔克 还是反共产党的文学家才像样 啊中国呢 中国有像样的文学家吗 在共产党的之下 快一个世纪了 这是文明之根 现代文明 它是一天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第四个 认知的之根 也就是站在全球的道德之高点 认知之根 好 认知之根 你现在看看 全世界的人 西方国家 平均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 都讨厌中国人 你说这样子 搞到西方自由国家 进步国家 的每一个国家 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 讨厌中国人 我告诉你 你这个战争怎么打 全世界 只有台湾这个地方最奇怪 被中国人糟蹋得最厉害 但是台湾 讨厌中国人的 只有百分之六十几 六十几 也超过了一半以上 日本人讨厌中国人 已经超过百分之八十 你知道吗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认知之根 讨厌中国人 已经超过百分之七十八十 那讨厌共产党的 恐怕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了吧 超过中国共产党的 人家调查是讨厌中国人 为什么会讨厌中国人 是讨厌中国共产党 训练出来的这种人的品质 这个叫做认知之根 第六个叫做知慧之根 什么叫智慧之根 全球的优秀人才的索割机 美国为什么强大 德国为什么强大 这国家为什么强大 他们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都收纳到美国去 全世界最优秀的人会去逃遍中国吗 中国最优秀的人都往外跑 都跑到美国去 跑到自由世界去 最优秀的人他不愿意回国去 留学完了以后都跑掉了 这个叫做智慧之根 中国的智慧之根被拔除掉了 就像现在俄国一样 乌俄开战你现在 俄国最起码跑出去国外十万人 跑出去十万人 这十万人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 你看这个国家还能打胜战吗 第七个法律之根 法律之根就是法治的基础 中国有法治基础吗 第八个经济之根 Sweet这个金融的整个全世界金融的威力 Sweet它可以惩罚向俄国的侵略战争 中共在台海发动战争的时候 Sweet不会惩罚中共吗 好中共现在想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另外一个金融能力 它人民币有这个威力吗 它现在有这么简单建立成人民币的这个自己的金融的能力吗 人民币现在全世界可以通用到这种程度吗 有办法像Sweet这种能力吗 差远了嘛 在总和这个八个根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还差得很远啊 战争的力量是整个总和的力量 不是你有几个飞弹 你有几个潜水艇 你有几个军人的问题 你能打多久的问题啊 所以台湾人自己的脑袋里面都被认知作战的能力 被他搞错了 国民党乱讲 我们也乱听 我们自己的信心都被认知搞错了 所以呢 我们要认真的再思考一下 八个暂时讲到这里 下星期节时间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